别说啊 自从老婆摔坏脑子 嫂子 不要紧吧 用不用带你去医院啊 说话就变得异常带刺 不用了 吓死我了 没事就好 媳妇 你看小李带来鱼多新鲜啊 是不是得清理一下 不然呢 那做红烧还是清扬啊 你想吃啥样呢 我来吧 不然你后面还有一半个问题等着我 你这是干什么 有话不能好地说 算了算了算了 这鱼确实好吃 对了媳妇 一会儿垃圾是不是得用厚点的垃圾袋啊 我怕鱼色扎漏了 漏得哪哪都是 没事 扎漏了正好地板烟入味的更香 朋友都在 我和你好好说话呢 你印象给谁看啊 马克消消气 嫂子可能摔伤了 不太舒服 算了 大家都吃完了 碗筷是不是可以先收了 咱们一会儿要不要动 收好了 你们玩吧 不是你什么毛病啊 老婆你开始吃 老婆 老婆消消气 妈 陈子跟人家发了疯一样 一句话不说就怼人 那天朋友来家里做客 他确实让我为难 真不知道哪里得罪他 行了 先别说了 你过来 帮我把这白菜切了 哦 哎 妈 这白菜要不要洗啊 不洗 拿脚多两下更香 妈 你干嘛呀 我好心帮忙你怎么和陈子一样 说话阴阳关系的 你好心帮忙 我算是知道啊 我儿媳妇为什么生气了 说人家发了疯 我看呢 谁和你过呀 都得被逼疯 你仔细想想 你问的那些傻问题 真的是好心吗 哎 媳妇 拉一桶满了 要不要到啊 哦 一会儿出门到了吧 哎 楼下拉一桶在哪儿来着 哎 得得分类吧 哎 到晚又没有还来这儿 哎 你放那儿吧 待会儿我弄 他情绪渐渐失控 他借口 辛苦啊老婆 老公 你去这下我放学 我来不及了 啊 我开车去吗 咱家就一辆车 难不成给你顾个司机 你快点啊 学校门口能停车吧 现在这个点是不是堵车了 要不你把孩子接过来 这豆饭是不是也来得及啊 你哪来那么多傻问题 锅里炖着汤 你记得把厨房火给我关了 嗯 抱我脾气 哎 我现在关吗 老公你去找贝 我给妈弄点吃的 哎 是 是许了大瓶饺吗 具体你们护士在哪 哎 你用妈的一包卡吗 也不知道卡里钱够不够 肯定够 你快去吧 哦 哎 要不要多交点 你快给我一块去吧 你 看我这啥也不知道 我自己去 哎 这可是你不用了 这女人结了婚啊 和镜子一样 你给她什么 她就给你什么 陈子为什么老搏你面子 烦了你 不就是因为你总问傻问题 逃避责任吗 就这点小事 小事长多了 就是解决不了的大事 哎呦 那可是男人本来就不懂得 怎么做家务 那我不问我能怎么办 老头子 你出来 怎么了 儿子回来了 回来了 咱准备做饭吧 你帮我把这个鸡腿砸了 用那个空气砸锅啊 哎 好嘞 爸 你这是干嘛呢 这个砸锅是新买的 我不太会用 我想着说明书查查怎么弄 啊 我算了 我们可服行了 看到了吗 夫妻之间呢 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分担 你总想着自己偷懒 还总用傻问题弃人 什么活动交给陈姿干 一个总是受委屈的人 他心里能没活 能跟你好好说话吗 儿子 夫妻俩过日子 得像一双筷子 谁都离不开谁 才是最好 你不想自己的老婆 有一天什么都自己干 完全不削你吧 知道了吗 那个 我先走了 哎 你小子怎么说 怎么就 你管他 咱俩吃 你想吃什么了 我跟你做 媳妇 我刚去妈那了 她教育了我一顿 是我不好 总是喜欢想问一些傻问题 说白了就是想不干活 你也知道那是傻问题 以后家里的话 我跟你一起干 我哪里做的不好 你给我指出来 我马上改 行 弄小龙虾吧 啊 这 这一上来就这么高难度啊 哎哎哎哎 我不可以我可以许啊 你别跳着 你教我 我一点就痛 哎 媳妇 你还是笑起来好 你知道就好 我觉得你还没有 我一人经历点 你很喜欢 你 我不可能